最主持的 真的是為了我喜歡的組隊嗎 陽性槍手開槍殺害屏東角頭阿桃 移送地檢署不發一語自行投案 對於是否有其他共犯依舊不鬆口 嫌犯持雙槍到高雄左營區 這間桌遊店外朝角頭阿桃 開完槍離開 疑似卡彈 幾秒鐘又折返補槍射擊 彈夾還掉在地上 旁邊小弟彎腰查看傷事 原本旁邊有三名小弟跟著 但開槍後只剩下一名小弟 還留在原地 其他兩人去哪裡了 嫌犯在桌遊店旁停車埋伏 將近六個小時 看到老大及三名小弟 從大門出現後 隨即追到停車場朝他開槍 屏東角頭生活圈多半在南州 來高雄桌遊店都會有小弟陪同 槍手事先埋伏 趁著腳頭走出門口到停車場 控擋行凶 警方追查 是否有內鬼洩漏行蹤 陪同小弟被列為證人 周圍一早腳頭阿桃妻子 坎典鄉代表會主席 在親友陪同下現身殯儀館 急忙回臺 凌晨PO文多希望是一場夢 檢察官解剖父彥 確認初步死因 腳頭下背部找子彈射入 貫穿腰椎 腹槍內大出血死亡 開槍的陽性槍手 曾訓後仍堅稱阿桃借款 四五十萬元賭帥未還 阿桃與其他腳頭 蕾夢曾有過糾紛 槍擊案疑點重重 三立新聞黃大衛成員 SNG小組高雄報導